2024第一场竞选演讲 美国总统民主党竞选人拜登开火了 综合法新社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拜登当地时间5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表演讲攻击特朗普有病 还将特朗普比作纳粹 称其言论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 随后不久 特朗普团队回怼称 拜登的举动才是对美国民主真正的威胁 1月6日是美国2021年国会山骚乱事件三周年 法新社说 拜登2024年1月5日开启他在大选之年的竞选连任活动 在演讲中对特朗普发起迄今为止最严厉的攻击 并给后者打上失败者和有病的烙印 他愿意牺牲我们的民主 让自己掌权 拜登称 法新社形容说 抨击特朗普时 拜登时而低语 时而怒吼 他称这位两次被弹劾的前总统 不仅煽动了对国会大厦的袭击 他和他的追随者还在当前2024年大选投票前拥护政治暴力 他称那些反对他的人为害虫 他说美国人的血液被毒害 这与纳粹德国使用的言辞如出一辙 拜登说 根据法新社报道 拜登还试图替党内同僚晚尊 指责特朗普嘲笑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丈夫遭袭的言行 说特朗普有病 并称他是2020年美国大选的失败者 拜登发表上述演讲后不久 特朗普方面火速回怼 特朗普在爱奥瓦州一场活动上对支持者说 拜登的执政记录是一连串的软弱 无能腐败和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骗子乔 今天在宾夕法尼亚州举办了一场可悲的散布恐慌的竞选活动 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拜登5日拉开选举年的序幕 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始其2024年大选的第一站活动 报道说 拜登当天发表今年的第一场竞选演讲 直接把重点放在了他所认为的 特朗普对民主构成威胁上 在抨击对手对民主的攻击和对美国制度的威胁时 拜登的声音有时会上扬 围绕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 拜登抨击特朗普的行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总统失职行为之一 报道说 这也是拜登迄今为止对特朗普发表的最有力的公开谴责之一 他的顾问们表示 这表明拜登的竞选团队认为在对付竞选对手方面具有紧迫性